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安坑妇佑举行毕业典礼 毕业生同言同语感谢师长的照顾 场面相当温馨感人 深圳国小富士幼儿园举办歌仔戏成果展 戏码结合了环保观念 小朋友装扮可爱 潮汐精 为了杜绝暑假期间毒品对儿少的威胁 7月份在马公公园演艺厅将有6场反毒3D电影体验活动 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营运推广计划 第8支伪电影小童之超级任务上档 欢迎上YouTube 岛屿的光影点阅收看 今天童话新故乡的单元 故事妈妈洪爱华要说的是日本的童话故事 离貌变变变 安坑国小富士幼儿园16号举行第59届毕业典礼 毕业生用天真无邪的话语表达对师长的感谢与不舍 现场气氛相当的温馨感人 而带着所有人的祝福 毕业生将勇敢地迈向人生的另一个学习里程碑 安坑国小富士幼儿园16号为第59届毕业生 举办了一场温馨又感人的毕业典礼 除了颁奖表扬表现优异的毕业生 安坑国小校长方庆林以及到场来宾 也献上了最诚挚的祝福 希望毕业生能够健康快乐的迎向下一个学习里程 当然我们祝福他们在毕业往一年级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在幼儿园老师教给他们的学习的能力 探索的能力带到小学部里面继续发扬光大 然后在小学里面也学得很快乐 这是我们最大的习许 从那么小像长大了 毕业了以后马上就要再继续读书 对不对 到了小学以后不要忘记 好好的用功读书好不好 虽然对于立别 仅仅6岁的毕业生依旧是懵懵懂懂 不过小朋友们还是以天真可爱的话语 向学弟妹们道别 并且感谢师长们平日在校的细心照顾 我会自己吃饭 我会自己选上学要穿的衣服 谢谢老师们 这两年教会我们这么多事情 最后在毕业班孩子们的毕业歌声中 毕业典礼圆满落幕 紧接着登场的则是充满了缤纷绚丽的毕业舞会 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 毕业生与在校生轮流上场展现平日所学 活泼的歌声与舞蹈朝热现场气氛 也为这场毕业典礼增添了更多美好的回忆 记者顺利这门期新店财广报导 深圳国小附设幼儿园举办歌仔戏成果展 今年以Line Go Home Line Game Week 为主题 将传统戏曲结合了爱护环境的观念 由幼稚园小朋友扮演各种角色 穿着歌仔戏传统服装 在台上演出了保护环境整洁 维护自然生态 让溪流的各种鱼虾线都能够快乐生存的戏码 小朋友超萌的模样 再加上别有意义的戏码 让这场成果展演出精彩 布木一升起 出场的演员居然是可爱的小朋友 各个穿着歌仔戏的传统服装粉末登场 毫不雀场地跟着曲调在台上走位演出 这是深圭国小附设幼儿园的歌仔戏成果展 幼儿园主任杰茉莉表示 这几年来将乡土课程结合传统戏曲 从改编脚本 歌词编写 再到服装装扮等等 就是希望让孩子能够多元学习与接触 把传统的戏曲就是跟我们的课程相结合 然后其实就是说让孩子去从小就接触传统的戏曲文化 其实孩子演的好不好并不重要 就是给他们一个多元展能的舞台 这次的成果展演出的戏码为 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金威克 叙述的是主角阿宝在吉美西上看见许多泡泡 才知道溪流遭受污染 鱼虾蟹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是因为孩子到吉美西发现了泡泡 然后他们就开始注重到环保的问题 然后他们不但呢 他们就是出了一本绘本义卖 然后想要帮助深坑盖一个污水处理厂 然后他们也把这样子的在探索的课程里面 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 台上小朋友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穿着造型服装 可爱的模样 让爸爸妈妈赶紧拿起了手机拍照留影 深坑国小校长郭雄军表示 传统文化可以借由创意 有不同的面貌呈现 而透过这样的学习不仅活泼有趣 也让孩子能够加深印象 传统的古老的文化 在地的特色 他从小开始就接触 尤其我们这边我们有乐龄班 就是阿公阿嬷在做唱歌仔戏 那跟他孙子一起 所以我们幼儿园在从小开始 就来发展这个歌仔戏的课程 他们还有很创意哦 用这个歌仔戏来唱这个白雪公主 经过了主角阿宝的努力 吉美希再度恢复了干净清澈的样貌 阿宝的阿嬷也叮咛着大家要爱护环境 九十多位小朋友一同在台上 随着歌仔戏曲调唱出了爱香爱土的重要性 也为今天的演出完美的画侠据点 记者杨邦调 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 新北市陈怡君议员与赶露的宴全人关怀协会 7月22号 23号将在马公公园三楼演艺厅 举办反读3D电影体验活动 希望借此将反读观念深入社区 活动从即日起开放报名 一共有六个场次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观赏 暑假即将到来 为了让儿少远离毒品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与赶露的宴全人关怀协会 在新电解分局共同举办新电区500万参与室预算 HP全方位反读教育开跑 即警察节活动记者会 宣布7月22号 23号将办理六场3D互动反读电影 即刻起 今天的月15号警察节起 我们就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直接上网报名 每一个场次在马公公园三楼演艺厅 额满是190位 希望呢 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在暑假呢 带他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看电影 听故事 玩遥控 赶露的厌执行长刘浩牧师表示 HP全方位反读教育 主要是透过3D互动科技 让社会大众与青年学子 藉由生理其境 剧情引导 同才关系 现身说法 互动教学的方式 了解毒品对人的危害 让反毒观念深入社区 营造健康无毒的环境 让参与的孩子们 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当毒品入侵人体之后 第一站就是要攻击破坏 毁损人的脑部 那是怎么样毁损人 怎么样破坏的 这个过程 透过这个3D的3D奇境电影 让他非常的清楚能够了解到 第二个部分是剧情引导 能够让孩子们知道 整个毒品的产业链 他的背后有一个恐怖的 叫做恐怖组织 恐怖集团在掌控 而新地区工作与新建解分局 也期待透过赶路的宴 全人关怀协会 这次所举办的 HP全方位反毒教育 号召全民一起反毒 反毒的公众不只是警察 或是请出检调单位 应该要反毒 其他的包括学校 包括我们每一个家庭 所以所有的 这个只要是 这个认为毒品真的是 危害整个一个社会的 都必须要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反毒 所有的这个志工 还有我们的 辖区的朋友 就是市民 如果有这个毒品 就是有这种自然过于人口 他可能有吸毒的话 能够提供我们 那我们能够来 这个马上以逮捕 这个逮捕 反毒三天立体电影 7月22号23号 将在马公公园 三楼演艺厅举行 即日起开放报名 如有疑问 欢迎洽询新北市议员 陈军胡处 最终是您这么期新店采访报道 由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 主办的社区营造 网络影音平台 营运推广计划 第八支为电影 小同志超级任务 已经上档 叙述的是年迈的老农 受到食安问题的冲击 打算结束农场 却被一群可爱 热心的孩子们感动 而有了继续栽培 有机农作物的动力 借此来传达食农教育的意义 精彩的内容 欢迎大家上YouTube 岛屿的光影 点阅收看 陈爷爷决定收掉农场 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毁胎 务农的陈爷爷 因孩子外出打拼 无人接受 又因为食安风暴冲击 神医受影响 所以萌生退役 要结束农场 小同于是看好友们 规划超级任务 要来帮陈爷爷照顾农场 戴琪斗笠拿着铲子 孝童等孩子们变身农夫 感动父亲 号召好友愉快加入 也唤起陈爷爷 继续坚持理念 栽培有机作物 为友善土地环境尽心力 也传达食农教育的重要性 在食农教育这一集里面 我们尝试着用小朋友的视角 在云家两地来拍摄 那么想告诉大家的是 关怀土地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在书门上 而是可以亲身投入到农场里面 你去学习 去看待每一样事物 那么最重要的 这不是孩子的事情 是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来的事情 我们期待友善土地 是大家都可以来做的 在这里 这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最重要的观念 南美馆的社区营造 网路影音平台营运推广计划 共制波蛇之为电影 以不同故事风格 呈现各地社区丰富人文故事 成功唤起民众关心社造 踊跃透过YouTube 岛屿的光影 订阅收看 岛屿的光影我时常有在看 在YouTube上面看的 它都是讲一些什么 奇老的故事啊 还有新著名的啊 还有在地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非常精彩 非常温馨 我希望下一代 能够很快再看到下一集 这一系列岛屿的光影 的计划里面呢 我们拍摄了12支的微电影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进行了一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这个观影者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也期待未来 大家可以在 剩下的片子里面 不断地投入 让大家一起来体会 台湾社区怎么样 有很多的活力 跟很多的精神 等着我们去发掘 南美馆系列微电影 正在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热播 欢迎民众持续锁定观看 欣赏小童之超级任务 为电影 还有机会抽中全联礼券 欢迎民众上FB 搜寻岛屿的光影粉丝团 浏览相关资讯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的校园新新新闻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 来看家座作品 我的学校有森林 新店国小为小朋友们 营造了优质的户外空间 校园内有什么 吸引小朋友的自然环境呢 透过影片 一起来看看 校园新新新闻 现代人喜欢到森林里 呼吸清新的空气 寻找心灵的平静 幸运的是 新店国小里 就是一片美丽的森林 对于新店国小的学生来说 每天都身处在森林中 新店国小拥有一百一十九年的历史 以及非常丰富的生态 也因为拥有百年的历史 校园里有许多树木 都十分高耸入云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棵树 便是台湾软树 新店国小从幼稚园 至游乐去财区的底部 两排树便是师生植树活动时 种下的 这片美丽的校园森林 不但提供许多动物支柱的场所 更是小朋友们玩耍的地方 甚至可以进化空气 使校园生活更美好 校园四季都有美丽的花朵 有趣的果实 更可以让人作为观赏 这棵桂花树更拥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呢 这一棵小叶南洋山 这是群校最高的大树 它大约有六层楼之高 是新店国小 一棵非常具代表性的大树 在新店国小的森林中 不但有范密的树木 食堂的生态 和蝴蝶走廊 还有最近引进的 印太共生系统 下课时 还常听见小朋友们 穿梭在新树林间 快乐的笑声 新店国小的师生 很幸运的 能在这片美丽的校园森林中 度过健康又快乐的校园生活 广告后又来看看是 童话新故乡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爱妈妈欢庆抽奖 现在申办大新店有限电视 宽屏网路 或是数位高画质套餐 就有机会抽铸铁锅 奈米吹风机等多样好礼 申办数洽 2917 3939 本公司已经开始陆续转换 新店区深坑区的数位讯号 请收视户尽快来电 预约深装数位机上盒 快速约装专线6628 3399 大新店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红爱华因为孩子曾经就读中益国小的缘故 于是开始加入故事妈妈的行列 她说小朋友很天真 所以自己非常喜欢故事妈妈这份工作 也希望能够将这份快乐带给学童 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她所带来的日本童话 李猫变变变 我叫做红爱华 我是小孩子来中益国小读书的时候 我就进来当志工 我选择了故事组 我觉得跟小朋友在一起很快乐 他们很天真 所以说刚刚讲故事他们相对的 他也会回馈你们 等一下我会讲这一本 日本的传统童话 叫做狸猫变变变 那你们知道来这边要做什么吗 听故事 听故事对不对 对 我们等一下要听故事妈妈说故事 那我们现在就从子纯这一台进来咯 好 进行走 各位同学大家早 故事妈妈早 首先呢 先跟你们用日语来问候大家 おはようこざいます 就是早安的意思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故事是 这一本日本的传统 童话叫做狸猫变变变 太郎呢 来到市集里面 有一个老板呢 他在说 来来来 赶快来看哦 这一只圆滚滚的狸猫 油亮亮的皮毛 可以做围巾 可以做披肩 通通好 太郎呢 就停下了脚步 就摸一摸口袋 想了半天 就跟老板买了这只狸猫回去了 太郎呢 买了狸猫以后呢 就走到了城外 那个他就把铁笼打开了 太郎跟他说 不要害怕 小心不要再被人家抓走了 那咻的一声 这只狸猫呢 就躲到这个草丛里面了 他就看着太郎 他心里想 我一定要对他报恩 第二天的时候呢 太郎起床的时候 看到家里面多了一个什么 漂亮的茶锅 他的妻子呢 就捧着茶锅说 哇 真是老天爷 试给我的礼物 那太郎就把这茶锅呢 拿到市集里面去卖 那其中有一个老和尚呢 跟他说 这个我要买 买回去了以后呢 他就叫小和尚呢 把这锅子呢 洗一洗 那个小和尚呢 轻轻地洗 轻轻地洗 可是忽然间 有一个声音 嘻嘻 嘻嘻 好痒哦 好痒哦 小和尚都看看 细看看 可是看不到 四处都没有看到人 他就不管他了 他就要把他 就是要拿在那个火炉那边 放在上面 要烧开水 好泡茶 狸猫呢 被烫到了 好热哦 结果他的手脚都出来了 那小和尚吓到了 哇 这个茶锅 怎么会说话呢 结果呢 他被烫到了 连头都蹦出来了 那小和尚呢 就说 救命啊 救命啊 有妖怪 其他的和尚就 纷纷地跑过来 那老和尚就 很生气 原来 这个呢 茶锅是 谁变的 狸猫 哦 就是狸猫变的 所以说呢 那个茶锅呢 就赶快逃 逃到屋外 那些和尚呢 又追又打的 他跑啊 跑啊 结果就 遇到了太郎 太郎就 一把地把他抱住 往外跑 太郎甩开和尚以后呢 狸猫就跟太郎说 我就是你救的那一只狸猫啊 你又救了我 我要再报答你一次 可是太郎说 你都是用那种骗人的方法 我不要 太郎就说 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一起来一个 变身大表演 他们来到一个市集的广场里面 好多人哦 太郎吹着笛子 那个狸猫呢 变成茶锅 变成木桶 还变成不倒 最后呢 他变成了一个胖太郎 大家都说 好啊 好啊 拍手叫好 那很多人就 哗啦哗啦的 把赏钱给 丢了出来 太郎就用这些赏钱呢 买了很多东西给家人 而且太郎呢 还把他的笛子呢 送给了狸猫 那狸猫就很高兴了 哇 吹着笛子呢 还在不断的 变变变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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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变变变 这就是应该可以帮助别人 不可以乱骗人 然后要 自己要去行动 那我带了很多的 日本文物 你们可以看一下哦 像鲤尼琪啦 还有这个 鱼紫板 还有我们这些 还有浴衣 还有合乎 这个鱼紫板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羽毛球一样 就一个人在那边就 丢过来 丢过去 就在打羽毛球一样 我会找一些资料 就是他们的文化 还有他的背景 介绍给同学看 因为我觉得 小朋友 他们有的是 也是新住民的小孩 让他们更了解 他母亲的国家 对其他的同学 更有国际观 可以了解更多 不同的文化 那我们等一下呢 请一位同学 来这边玩玩看 好 来 请举手 来来来 哇 大家好踊跃哦 好 那我们请后面 那个同学过来 你可以玩玩看哦 这个鱼紫球还蛮好玩的 是这样 不是鱼紫 这样 是鱼紫球 好 男生要来试鱼紫球 好 男生要来试鱼紫球 好 来 来 来 越玩越好玩哦 哇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那我们还有看到 这一个童话里面 有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鱼紫球 哇 大家都很清楚 叫做鱼紫球 鱼紫球呢 是他们的儿童节 还有男儿节 就是端午节 三节合在一起 他们都要挂这一个 最喜欢的 因为下课的时候呢 尤其是第一年级的同学 他会在下课的时候 会跟前跟后 小朋友很天真 我们给他互动 他所回馈的 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多 那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 日本的文化 好 谢谢各位同学 接着来看 博博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金田有限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 新店全区逐区进行 全数位化讯号转换 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 机上盒之电视 将无法收拾数位 有限电视 请尚未安装 机上盒的民众 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我爱妈妈欢庆抽奖 现在申办大新店 有限电视 或大新店宽屏 或HD99高画质套餐 就可以参加抽奖 不粘锅 奈米水离子吹风机 铸铁锅等 让您带回家 专案详情 请上大新店 官网查询 或洽 2917 3939 大新店宽名 让您全家 吃到饱不降素 申办高速上网 指定方案 立即享好礼 二选一 上网月租费 全额抵抗骗金 再送上网时间管理 申装专线 2917 3939 新北市新女性协计会 举办银色奇迹 动健康系列课程 只要年满55岁以上民众 都可以报名参加 不断时间为7月至9月 地点在大峰社福馆 与保新活动中心 详情请洽 2915 3456 新店地震事务所 推出书写范例一助手 提供民众常用之 各类案件触控式书写范例 申请书自行 灯打列印 法令条文书及查阅等服务 欢迎多加利用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会刊登在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三个字 SunGuts 这次的影片 是由新北市政府